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创刊于1972年的3日看新生活报 现在已经转行成周刊了 而在网络上的新生活报在2016年成立了一个网站叫做爱生活爱赖post 记得要去赖和follow爱生活的脸书专业 那么今天这一场的脸书直播呢 除了爱生活FB专业之外 南洋山包括我自己蓝志峰的FB专业 还有翱翔天际 谈古今 论道理 以及层层专栏专业都有同步直播 而今天这个星期 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有我还有龙耀福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讨论 这个星期三大热门的课题 在请出龙耀福之前先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今天我们将会谈到的三个课题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政治课题 它是跟紧急状态有关的 可以说是紧急状态所延伸的一个课题 就是安华入禀法庭挑战紧急状态 其实是紧急状态底下的这个国会冻结的课题 那么第二呢 就是百娃娃事件 那么第三呢 就是防疫的渗水 那么好 欢迎今天我们的这个嘉宾 跟我同台的龙耀福 耀福兄 大家晚上好 感谢感谢大家的收看 非常荣幸我可以跟志峰大哥一起来做节目 我每次都说跟他做节目 我们的这个节我们的这个数字跟节目 马上提升了两三倍了 待会我们希望进我们最好的那个努力 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接下来这三件事情的这个背景跟背后 好吧 那我们先开始先吧 好吧 志峰 OK 好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我要呼吁大家去这个脸书下方去投票 今天这一个课题呢 就是今年啊 你会回家吃团圆饭吗 第一呢 一定会回家 第二呢 就选择原地过年 第三呢 是看疫情再做决定 那么记得要去投票 好 在进入第一个课题之前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华哥 华哥有准备视频 对吗 OK 好 那么今天没有这个视频 好 我们就直接来这个重点 那么其实 耀夫 你怎么看这个安华的这个动作呢 就是入禀法庭 他其实很多人 我觉得说很多人都误会说 他去挑战国家元首帮复紧急状态 那么其实不是这个动作 他只是挑战在紧急状态底下的 那个冻结国州议会的这个决定 那么耀夫兄 你怎么看 是的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等一下就交给你来讲 不过我真的是很想趁这个机会 代表很多人讲出他的心声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政治人物 真的是犯了一个叫做政治病 除了有这个COVID-19的病之外 现在这些家伙全部都有这个叫做政治病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他们 我们的国家 在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跟困难的时候 给出 没有给出一些实际的方案 甚至我们的这个经济直接是往下掉 一直像插水似的远远落后其他国家 但是我们的政治人物 却日中于不断的抢权 抢权夺利 虽然这个是他们的工作 不过你也是要看当时候的环境 那个环境跟现在的那个情况 究竟是怎么样 现在许多人连犯都没有办法 可以找到次的那种 然后大家还要去不断的争权夺利 实在是想不同 从政治的这个角度其实也不难理解 当然从台面上的解释来说 我是认同西盟去入禀法庭挑战 但不是紧急状态 是挑战在紧急状态下面冻结国州议会 当然很多人像耀福兄的看法 包括我自己也觉得说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了 应该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对 放在这个解决疫情 放在如何防控这一方面 不过如果我们看回去 全球80多个国家 因为疫情而宣布紧急状态 确实是没有一个国家 因为紧急状态而冻结他们的国会 而这一点呢 近来比反对党更反对党的 执政党的这个国会员 就是Najib 就是Boskou 就是Ajib Koh 现在你跟华人社会讲Ajib Koh 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因为Ajib Koh感觉是 Past tense 就是之前的 对Najib的这个称呼 现在呢 都把它称为Boskou Boskou 那么其实Boskou这一名 前首相 他的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他有些时候比安华 比这个林吉祥对课题的反应跟掌握 其实更快 当然在这个课题上 他是没有入禀法庭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说到底乌统有多少个议员是认同安华的这个动作 认同西蒙的动作 或者是更进一步除了认同之外 除了心理上认同之外 还签署了这一个可能是Pertition 就是要求请求安华端顾 请求国会 请求国家元首召开国会的这个特别会议 那么政治上来讲说 他确实是没有必要需要到冻结国会 因为我们看回去 去年当疫情高升的时候 或者是疫情稍微稳定的时候 国会开了两次会议 一次是7月的这个会议 当然5月的那个一天的国会 我们就不要去讲 当然因为只有一天罢了 其实也不到一天是半天而已 早上元首来开幕 然后发表这个时针意识 之后就game over就没有了 7月跟这个11月 这两次的这个国会并没有爆发国会感染群 反而是内阁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至少有7名正副部长确诊感染 那么其实国会是可以在遵守严格的SOP之下去开会 这是第一点 当然开会要讨论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开会只是要把老木拉下来的话 那么其实这个国会不开也罢 因为这个太多的政治计算在里面的 我同意开国会 但是开国会它必须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就是这个国会呢 你只能够谈疫情相关的课题 不管是拨款重新reallocate那些 那些的这个拨款的事项 还是重新分配都好 总之国会应该要开 第一 第二呢 开会的时候 你讨论什么样的一个重点 OK 讨论的重点必须要将它锁在跟疫情有关的课题而已 其他的课题呢 国会不是战场 那么战场呢 是在其他的地方 可能等到8月之后 还是等到其他的日子之后 那么国会它应该要开 它如果是担心疫情扩散的话 那么可以以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视讯的方式 或者是一部分的人在国会 一部分的人在其他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看 首相召开的一些会议 比如说国家安全理事会 那么其实老牧的做法也是很保险的 就是大家同在一个首相署 就是同在一个这个部层的这个JPM 大家在同一层楼 不同的这个房间 就是这个通常开会的地方 是首相署的这个三楼 但是三楼里面有至少四到五个会议室 那么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呢 就分别在不同的这个会议室 然后用camera一起来开会 那么其实国会也可以以这一种方式的 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们现在有220名国会员 有两位国会员不幸去世了 不然的话就是222名国会员 那么这220名国会员 其实可以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下院的这个会议 我们有Devan Rakia 还有Devan Negara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 Biliot Moshara Jotan Kwaser 那么其实国会是有足够的地方 也在技术上可以做到 将这些国会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开会 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国会他应该要开会 但是开会的讨论的这个议题 这一点呢 我们就真的是要在元首的 可能在元首的预令之下 还是在其他的这个方式下 把那个议题给制定下来 就只能够谈跟疫情相关的东西 那么政治的课题呢 就不是国会的这个战场 要把这个战场搬去其他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点点的一些看法 那么回到一些 法律上的一些 这个课题跟角度呢 那么其实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这个律师跟宪法的专家 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立场 大家的立场 大家的立场有点不同 我整体上 让我看完其他的这些不同的报章 针对这个课题的看法呢 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呢就是元首颁布紧急状态 那么元首颁布紧急状态 这一个东西呢 是不能是no no 不能够被挑战的 就算是能够被挑战的 就硬硬的把它找到一个 见风插针的机会 硬硬把它塞进去 比如说老木已经是失去国会多数了 所以他的这个首相的宝座已经成余了 所以你不是首相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劝告国家元首颁布紧急状态 因为在法律上你已经没有了 那个local standing 你没有了法律的这个基础 你已经不是首相了 当然这一个呢是可以辩论的 因为在那一个时候 他还是掌握多数 就算他已经失去多数的话 他还是首相 因为我们没有新的首相 因为元首还没有委任另外一名首相 直到元首委任新的首相出现之前 慕尤丁还是首相 不管他有多少个预言支持他 就算只剩下一名议员 就是慕尤丁支持慕尤丁的话 那么元首还没有扳任新的首相的委任状 给新的人的话 那么老牧他还是首相 所以不管他有没有多少人支持 现在为止他还是这个首相 当然可能其他的一些 有政党政治背景呢 可能他们不这么认同 他们认为说 你是去你少过110亿名国务院支持的话 你就不是首相 但是这一点呢 我倒觉得不是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来看 而必须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那么第一 就是颁布紧急状态 那元首这是元首的权利 所以是不需要去质疑 同时质疑的话 在政治上可能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为你是质疑元首 你可能会被权势为说 你是对元首不敬 你是叛军 那么在马来社会里面 叛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帽子 一个罪行来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紧急状态之下颁布的这一个条例 可以做的 当中包括大家关注的就是 冻结国会跟州议会 同时终止所有的选举 不管是补选 不管是这一个州选 还是其他的选举 还是全国大选 终止没有的选就对了 那么现在安华跟其他人入禀法庭挑战的就是 这一个emergency ordinance之下 不能够开国会的这一个决定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一层下来的 那么在这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 从1月11号到现在1月29号 已经至少有三个跟紧急状态有关的案件 或者申请已经入禀法庭了 第一呢就是安华的 安华他也很特别 他也很聪明 他的这个代表律师就是行动党的法律 法律局的主任 就是Ram Kappasin的这个儿子 以顾Kappasin的儿子是安华在这一个课题上 这个案件上的代表律师 安华的案件是第一个 安华入禀的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西蒙三位州议员 三位当中有两位是国会员 一个呢是 柔佛州的 萨拉布丁 他是陈信党的熟理主席 也是前农业部长 第二呢是 霹雳州的反对党领袖 就是行动党的阿基斯巴里 阿基斯巴里他的身份很特别 他除了是霹雳州州议会反对党领袖之外呢 他也是一名宪法专家 所以他对这一个宪法的条文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他本身是有法律的背景 那么刚才讲三个人嘛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公正党的 这个国州议员 吉达州的 Yohari Abdu Yohari Abdu 他也是公正党在国会的党边 所以这是第二个 入禀法庭的这个案件 就是冻结国州议会挑战老牧的这个决定 所以三个政党的三名代表 分别代表公正党 行动党 还有这个陈信党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案件 是比较少受人关注的 他的名入禀者叫做凯鲁丁 凯鲁丁他是老马的hardcore supporter 那么他也在1月18号的时候 三个星期前 1月18号的时候 入禀法庭挑战说 Muhiti 你已经不是这一个 拥有多数议员支持的首相 所以你没有这个权利 去敬见国家元首 要求国家元首 颁布紧急状态 所以现在针对老牧的案件 或者是申请 一共有三个 安华 三名西盟议员 还有凯鲁丁 所以现在对Muhiti来讲说 他可能会觉得 我不认为他觉得很烦 他可能会觉得有点照样 就像苍蝇叫飞来飞去 很吵 但并不会影响到 他的这个司征 也不会影响到 首相的这个宝座 就像刚才提到的 就算还剩下 只有他一名国会议员支持他 只要元首没有办法 新的这个委任状的话 那么国会没有开会的话 在法理上 在法律上 Muhiti 他还是首相 当然在道德上 在理方面 他可能已经理亏了 但是在法方面 他还是首相 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要服 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你要开 是的 这个自封从法律的角度 还有历史的角度来解读 整个的这个紧接法令状态 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让我们来清楚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来做的 那在我这边倒是觉得 这些政治人物 如果一开会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争权夺利了 就是一定是要打死对方 因为大家的实力其实是不相伯仲的 在这个部分 两个人 两派的那个支持力量 其实是不相伯仲 如果不是疫情的话 的确是这个政治的那个斗角的高潮 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我们人民就当作是一场大戏 这样子来看 因为毕竟人民在这个政治的斗争里面 显得是非常被动的 也只有五年你才有那么的一次 来说话的一次 当时到那时候 你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地位了 每个人都讲你是Boss School了 不是人家是一个Boss School了 好了 别开这个紧急法令课题之外 那志凤你那边还有什么补充吗 不然我们要进入下一个课题 OK 我觉得说这个课题可能潮潮潮了 之后可能大家都不太会特别关注 第一就是像刚才要服你所说的 就是大家对这个政双方的这个政权夺利 已经非常厌倦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更多的就是 生技就是生活就是经济的课题 那么这一些谁能够提出来 更能够切诵我心的 那么我才会特别关注 那么对这些政党之间的这个斗争 不管是巫统跟土团党打来打去 还是西蒙跟国盟之间的这个恶斗 民众的只是当只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肥皂戏来看 因为这个东西第一是跟我太过遥远了 我没有办法直接介入跟直接参与 第二呢 我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关注 现在因为现在并不是大选期间 也不是这个紧张的这个时刻 就是说人民的参与会决定谁做政府 他没有到那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刻 那么如果来到那个关键时刻的话 那么相信全国3200万人的这个情绪就被炒作 就被炒作起来 因为现在是距离大选都不懂还有多久 不懂是8月之后呢 还是等到这个2023年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那么现在大家对这个政局已经失去了这个新鲜度 同时呢 那一个没有办法操控的感觉 那一种没有办法预知的感觉 越来越强 感到有一点我们讲的有点无助 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 所以当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的时候呢 就不会特别去关注说 到底A军座还是B军座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 相信西盟或者是国盟内部的 他们那些领袖也察觉到说 人民现在的那种心态了 所以这是我要补充的 好 我们马上进入第二个环节 白娃娃 这个白娃娃的事件 其实也是一个 如果从PR的角度来看的话 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物 那其实骂粗话 说真的真的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值得这么多的网民去鞭策他 去骂他 然后让到这个白娃娃的MV 突然间就红起来了 其实我并不觉得是因为粗话的关系 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他踏到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拿皮肤来开玩笑 黑皮肤来开玩笑 那话说这个白娃娃的MV 是因为那个剧情的需要 而让这个女演员 来涂黑自己的黑皮肤 来进行演出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全球 尤其是在美国这边的情况 都流行一个叫做Black Lives Matter BLM 就是黑人的命至关重要的一个翻译 或者是黑人命很重要的一个翻译 全世界都在流行着讲着这个种族主义的一个课题 每个人其实都不愿意被自己标签为种族主义 你可以讲他为了宗教而战 但是如果你讲他是一个宗教主义者 种族主义者的话 他肯定跟你翻脸 他甚至是一个超级种族主义者 他都会说他自己不是这个种族主义者 这是因为一个政治正确的原因 这是一点 尤其是皮肤启示的课题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我们什么玩笑都可以开 但是对于一些无法掌握 比如说这也是天生的 肤色的一种启示的课题的话 在说话的分量上 就可能要斟酌跟小心一点 我在这边就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插曲 那话说我们的华人很喜欢对某个肤色 就比较黑的一个种族 就称他们为这个一个很启示的一个字眼 就即开始的 那有一次就在一个公共场合 这是真人真事 一个公共场合 可能我们就是华人就讲话就很快 就讲话很快就讲 我们的吉林同胞 这个是一个政治人 华人政治人 在台上不小心脱口而出的 当然他很快的去纠正 因为我们每次讲话的时候 都会不小心的把这种启示性 很不应该的启示性的字眼表露出来 讲出来 如果你跟你自己 其实也不应该跟你自己的朋友开玩笑 去讲这样的东西 不过那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这个政治人物在一个公开场合 突然间脱口而出 他自己也尴尬了一下 马上就纠正我们的英语同胞 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要知道 肤色其实不能随便拿来开玩笑的 这个是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歌词 也有很多的网民 就是说你这个白娃娃 用那种脏话谐音的部分 这样子的情况 造成这种什么文化受到侵犯 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不是说我在那边鼓励这种粗俗文化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难道你在网站上 没有听过这么的粗俗脏话的东西吗 难道他是第一个这样子来做的吗 他其实并不是第一个 而且比他更肮脏 更粗俗 更低俗的 我们就不要讲哪一个网红 大家心里有数的 更加的多 而且人家红到去国际的那一种 那这个又怎么说呢 其实在讲这所谓的 脏话谐音这样子的部分 对没错 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要明白他的身份 他是一个艺人 他是一个娱乐大众的一个人物 OK 那这种东西 如果他有一定的这个 娱乐的所谓的成分 他有他的市场的话 我们交给市场去做决定的话 那是无可厚非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他并不是第一个 我发现到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生活 尤其是在网络上的生活 大家都站在一个很 道德至高点 每一个网民 我都觉得他们很像圣人的 每次在评论人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这个真的是耶稣在身 或者是圣母马利亚 在那边感染那个社会的文化 点燃文化 但是事实上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你本身做人 其实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或者是你真的是 因为在网上评论跟 comment 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 接下来深思的媒体的一个部分 OK 志峰 这个我就 你又有什么看法 这个呢 这个我觉得说 当然有两个层面 就是比较多人讨论的 就是那个肤色的东西 那么肤色的东西 我看到 当然我们社会主流 是批评这种做法的 就是肤色上的这个启示 但是以此都是 我又看到另外一些说 你不能够这样讲的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卖那些减肥 减肥餐 减肥药膏 或者减肥药物的 你不是启示肥人 然后你去拉瓷头发 你是不是在启示这些 Limbo的这个人 Limbo的这些人士 会看到说很多类似 已经跳出那个context的 这个讨论 那么我们必须要回到来 这一次的这个课题上 所以肤色 当然它不正确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玩谐音出口的 这个谐音 那么刚才你直接提到的 就是我们直接讲白点 就是黄明治了 他已经玩了很多 这一种的这个梗 就是出口上的这个梗 但是黄明治 他的这个做法呢 其实大家已经预料到 大家对他讲这些东西 已经是 副电话讲拔了 麻木了 不会有特别的感觉 而且他的那一个 他的这个粉丝群呢 已经是从过去十年 跟着他一直长大 但是在这一个 百娃娃的这个事件上呢 朱浩仁他本身的这个 他本身的这个受众 以及他要针对的那个对象群呢 相信年纪是比较小的 而且他必须佩服 他的这个创作功力 以及他写的那首歌曲呢 确实是朗朗上口 那么我就跟一些 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 聊起这个课题 他们担心的就是 如果有一天 他们的孩子 不知不觉中 一直把那个CDCD 把它挂在嘴边的话 那么身为父母亲 或者是你如果在旁边 你听到你的儿子女 或者是你的外甥 外甥女 一直把那一个东西 躺在嘴边的话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他们未必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这一个东西 说出来他的这一个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冲击有多大 因为通常 当我毕竟我们也是有走过来 我们也是有听流行歌曲 但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 并没有说到玩 特地去玩这种出口的梗 OK 那么在那个时候 创作者还是有一些的这个逼迹 还是知道说 红线在哪里 OK 哪一条线应该踩 哪一条线不应该踩 那么同样的来到网络的时候 当然网络已经没有太多的 这个条例 或者是这个条规去限制你 因为网络它是一个公开的这个场合 那么你认同的话 你buy in的话 那么你就进来 那么如果你不认同的话 你就走 但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它必须要有一定社会共识的这个规范 它这个规范并不是国家 或者是这个公权力制定你说 OK 这个东西必须要12345 不能够5789 这个东西它不能够说一定很硬性的规定 由政府 由执法 或者是由这个执政者制定下来 一个成熟的社会是民间公民社会间 它有一个共识 而这个共识呢 是不成文的 大家在这个生活 在这个社会上 知道说哪一些东西是可以碰 哪一些东西是不可以碰 比如说这个肤色的这个东西 可能马来西亚法律并没有一条 很明确的讲说 你不可以去讨论别人肤色的东西 比如讲 但是我们的法令有一条是讲说 你不能够引起社会的这个动荡 或者是引起社会的矛盾 所以它的那个范围是很广的 同样的我们社会 如果是一个成熟社会 它必须要有那一套的这个共识 包括在互联网的这个社群当中 很可惜的 在互联网的社群当中 不管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还是在很先进的 这个西方的这个平台 它都没有一套的这个约束的制度 只能够靠网民们的自律 以及这一个平台的拥有者 比如说Facebook也好 Twitter也好 还是Instagram的话 只要他发现到说 这个东西不对的话 这个东西会 这个贴文 这张照片会引起社会的 这个情绪上的反应的话 那么他就会把它删掉 严重的话 就suspend那个口 比如说特朗普 他就被suspend了 OK 当然特朗普被suspend 他背后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政治上的这个意识 另外一个课题 不过我要讲的呢 就是社会 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 大家都是这个圈子的一份子 我们要有这个集体的意识 同时呢 平台也要有这个意识 那么很可惜的 在这个课题上 平台可能还没有这么快发现到 它是 它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星期五 我要星期六的时候 应该是傍晚的时候 上载之后呢 晚上就发现到 突然之间 语论来得很快 我就撤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 坦白讲 我也不懂是什么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想要找那首歌来听 虽然我心里面 很不想要contribute 一个view给他 想要找来听 但是找不到 因为他已经被下架了 那么后来我的朋友 就send另外一条link来说 你看这个来一次 你看这个已经被别人 讨论下来了 那么后来我仔细听的那一首歌之后 那么确实发现到 他的副歌的部分 确实是朗朗上口 那就像现在的这个新年歌 这样 你一定会想到 他是洗脑的那种 一定会 不知不觉的 你会去哼 那么当你哼出来的时候 就假辣了 因为那一个东西 如果是他副歌的部分 是唱出他产品的品牌的话 那么还没有这样大的这个争议 那么他就直接把那个出口的血 音唱出来 就假来了 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要不然你有什么要补充 我先amuse一下 说起这些社交媒体 他把这种讯息放大了 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社交媒体的话 他的确不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因为当网民一开始去讨论 那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 他在那边以这个肤色作为开玩笑 作为一个行销的一个手段 那你就变成了整个的这个社交媒体 充测着 鞭打他的 批评他的 就是讲他为什么要去拿这个种族 作为开玩笑 甚至登上了国际版本的一个新闻头条 这些都是一个让朱浩仁 这位虽然我们并不相识 但是我们也没必要说就去踩多你两脚 但是你就以这个作为一个警惕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失 那对于网民来说 我们去like人家 share人家 或者是骂他一句出话 你都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不要忘记 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如果你这样子来做的话 你本身也是一个霸凌的一个部分来的 毕竟他只是一个表演者 创作者 当然他也会有事物的时候 如果他不是因为这个种族肤色的问题 大家也是骂骂笑笑闹闹了过后 就不再讨论了 你也知道了 在网络的世界里面 哪有真心的世界的 我们上次骂的那个课题 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其实你也不记得了的 为什么 太多的课题 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资讯来轰炸我们 今天这个资讯一来了过后 你基本上是忘记了 昨天你还在骂着哪一个政治人物 或者是针对哪一个明星 我们才刚刚没多久 讲着那个正爽 这个东西 突然间这个东西就突然间被盖到了 这是媒体生态的一种做法 就是大家有个课题 大家focus 甚至连我们当年学的媒体学 agenda setting 都已经是不见了的 为什么 因为最快的时间 agenda一下子都不见了 因为被另外的agenda来设定 那只要你活到够老 没有 在马来西亚来讲是没有新鲜事了的 每一天都有新鲜事 每一天都有娱乐的事 那这个就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惕 那在社会上 千万不要去像我们 志峰刚才有提到的 有些东西应该讲 有些东西不应该讲 这个是我们一起共勉之 当然我在告诉你的同时 也会警惕一下我自己 在讲话的时候 也要小心跟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 其实要不我们这种人也是很危险一下的 因为有些人讲太快了的话 大脑还没来得及 那时候我尽量把自己的讲话的速度控制下来 看下来 确实是你讲东西讲太快的时候 脑袋还来不及处理的时候 当嘴巴比脑袋转得更快的时候 这就真的是有一点麻烦的 OK 在我们进入第三个课题之前 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要记得去投票 那么在脸书下方有投票的特别的栏目 它的题目就是 今年你会回家乡吃团圆饭吗 第一 一定会回家乡 第二 选择原地过年 第三 看疫情才来做决定 所以记得把你的看法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会在9点50分的时候公布成绩 那么记得要去投票 好 那么今天的第三个课题 就是那个渗水 就是防疫的渗水 这个课题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自己的看法 那么在收集朋友们的看法 网友们的看法之前 来 要服 所以说你的感受 你看了这一则新闻 你的感受是什么 这个志峰我不得不说 我要讲一些笑话了 真的是 我去找他这个水 上网去找有没有的卖这个水 我发现到原来在新加坡也是有卖的哦 这个叫五元新币啊 换句话说就是马币大概20块左右啊 一罐的这个矿泉水 就是有一个标贴 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东西 在电商尤其是在这个网络里面 原来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来的 他已经是一家公司专事生产这种所谓的 啊 圣水啊 就是受过这个这个宗教的一种仪式 啊 当然这个是别人的一种信仰啊 同样的呃 人家的一种想法 人家的一种信仰啊 人家的一种习惯 人家的一种风俗 包括我们这些华人本身也有一些啊 对于其他异族同胞来讲是比较特别的一样东西 我还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 是有族同胞啊 啊 当时候我真的是跟他吵架的啊 就是文化差异上的东西啊 大家就在那边斗嘴啦 不是吵架啦啊 还是很好的朋友就在那边斗嘴 那他就 斗斗下他就突然间讲啊 你这个人就是很奇怪啊 讲啊 啊 当时候我都忘记我讲他什么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啦 他又讲回我很奇怪的动作 就说为什么你会去啊 类似像拜拜啊 这样子类的东西 对他来讲是完全啊 啊 不合理的东西 那后来我就在那一次的争吵过后就啊 辩论的过后啦啊 就冷静了下来 对哦 其实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人来的啊 他有他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 为什么我这样奔走去跟他吵这种 大家啊 吵来没有结果 也没有一个对营 也没有一个营输的东西呢 那后来我就想想说 哎 这种争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造成我们两个种族呃 就是没有办法很好地在一起 你看到他 你就想骂他 你当你一想骂他的后 怎么可能成为好朋友 他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你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还比较特别的事情 只是我要批评的是 在这一件事情上 你可以有自己的这个信仰 自己的习惯 自己的风俗 但是动用到这个公家的机器 就是所谓的政府的机关 公共的机关的时候 通过这种公共的机关 来制造一个舆论 或者是一个publicity 公关新闻 那这个才是我们值得去编册 跟去讨论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你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通过这个公家的一个管道 来做你的宣扬 而且听说还是州政府内部里面的一个要求 OK 所以这个东西就值得一个讨论的地方 但是除此以外 就是网民像恶搞这样子的东西 那开开玩笑是无伤大雅的东西 但就不要太过过分 因为毕竟这个是其他人种族的一个 风俗习惯 或者是一个宗教信仰 志峰 你认为呢? 对 我同意要服务你所刚才有提到的东西 就是 其实我相信身旁我们小时候 特别是如果你在新春长大 或者是你在乡区长大的话 或者是以前小学读书不是很厉害的话 那么相信你在乡区的那些姨妈 姑娘 长辈吗? 你去拜拜这个神 然后你去求一个钱 然后把它放在你的皮包 或者放在你的铅笔盒 难道真的是放在铅笔盒 你就会变得更加聪明 考试就会拿100分吗? 当然这一个我们不需要去质疑 或者不需要去讨论这东西 因为这东西不需要讨论 这东西是当然除了你本身的信仰 你相信之外 它还能够给你某一种精神上的支撑 所以这一点是任何的宗教 或者是任何的信仰 它都会有的 都会经常出现 包括其他 比如说给你块饼干吃 给你一个水来喝 比如说你冲花粮之类的 这一些东西 它都是很常见的 那么为什么在这一个圣水上 华裔的网民会这么excited 有那种猎物的心态 好像是 哇 好了 后死了啦 我终于抓到你们的把柄了 终于抓到你们的东西来了 我笑你够够力 那么这种我笑你够够力 然后我要唱你够够力 其实它背后反映出自己内心的那一种不满 或者是怨饥已久的那种心情 就是说过去我可能一直被你们打压 或者是过去我吃了很多的苦 受了很多的委屈 我都没有办法把我的不满给宣泄出来 这一次终于给我逮到机会 终于给我笑你一次够够力 但是笑忍者 仁仁得以笑之 插忍者 仁仁得以插之 你一直在批评人家 你一直在插人家的时候 总有一天你会不知道你洗碗袋的时候 你会被人家插的 当你被人家插的时候 你就不要怪别人说 为什么你这么无险 我只是很不小心的做错一样东西罢了 所以如果我们不要用那些大道理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强行比行的 OK 那么这里有一个重点的就是刚才 要复修你提到的就是 如果你是使用公权力的话 那么这个做法你可能就不太假当 那么如果你是一般人 路人家一柄丁 你要提出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都无所谓 但是这一名YB 他本身是一名州议员 第一 第二 他是在吉兰丹州议会里面 他是副行政议员 他是属于政府的成员之一 那么你是政府的成员的话 你就能够影响政策 你就能够把你的这一个想法 你的这个看法 带入到决策层面当中 那么这一点就不能够小看 因为你并不是普通的路人家一柄丁 你不是路边的这个Magic 或者是Bachi 你是一名YB 你有那个身份 你有那个影响力 所以当任何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 在发言的时候就要特别的谨慎 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其他人 你会带来一种这个舆论的这个效果 所以如果他的这一番谈话是私底下谈 然后没有媒体的这个报导 那么如果他真的相信的话 他自掏腰包 自己用自己的这个薪水 自己用自己的钱来买这一些生水 然后给这些隔离中心的这些患者使用的话 那么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就比如说如果有一名道士 还是有一名的这个法师他认为说 我念过经文 我这一罐水 还是这一个花水里面有花 那么我觉得说我可以帮到你 那么我私底下把它送去这些个别的这个中心 然后让有原则来使用 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讲 你这个东西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你没有经过什么临床测试 是没有clinical test之类的那东西 那我也觉得说不需要过度解读 也不需要过度的用放大镜显微镜来看每一个事情 不然的话人生真的是很累 很辛苦 很累 ok 重点要抓住最重要是任何东西 怎么抓住那个core抓住那个重点就是说这一个东西到底 那个大原则跟大方向在那里 而这一个圣水它的大原则大方向呢就是你不能够使用你的这个公权力把这一个东西纳入成为政策 或者是纳入成为施政成为政府措施之一 因为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各族各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这个人士 同样的任何一名不管你是佛教徒还是你是基督教徒还是你是悔教徒的这个当官者 都不应该有这个做法 那如果你私底下你要去进行的话 那个是你自己的这个决定 ok 只要没有违反到 你只要没有带来太大的这个副作用的话 那么我相信政府也不会逐个逐个去挑不然的话政府也会很忙 ok 政府是管大的 那么这些小的呢就是回到刚才这个之前那只新闻有提到就是我们的社会要有那一个公职 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会什么东西都去都去插对方互相插来插去的话 那么其实会真的是很累的 这的确是的 相对来讲我们真的是要把焦点放在他这个公关机构的分上 为什么他会一个有权利的人居然会是把这种宗教信仰风俗的东西带进去他的官方机构里面 可惜的是我们的这个群众都喜欢把这个焦点放在比较辛辣的课题上 这种防疫胜水比较好笑的课题身上 所以导致了很多的课题被模糊掉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坦白讲说这也是他满足了人们的这个好奇力 然后他的这个谈话资本他的谈资很高 他会是一个很好的icebreaker 就是你遇到人说可能人家会讲这样子 你喝了身水没有啊 这些东西不需要去不需要继续把它炒作了 坦白讲说他并不是全民利益的这个课题 他没有上升到公共利益的课题 他单纯的就是个别人 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去这个YB的这个背景 他本身他是出席这个Darussalam的 这个伊斯兰医药协会的这个活动 而且他本身就是那个协会的注册的这个医师 所以他是来自那个协会 然后他出席那个协会的这个活动 然后他就讲这个协会的这个课题 就讲说这个协会如果这个这个圣水经过加持的话 可能对你有帮助 而且他讲话的时候 我仔细的去看 他其实他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前提 他说这个东西可能未必对你有帮助 但是你不妨一世 他有这个前提 那么很多朋友就没有看到他这个前提 只看到那个圣水这两个字 就不断的就不断的插他 他就好像摆到了这个猎物 那么其实要看得去他 整个的这个语境 他讲些什么东西 他并没有说你喝了这个100% compto guarantee 带给你两年的这个warranty给你 他没有这么讲 他没有compto guarantee 他给你warranty 他只讲说你住房一世 可能有效 OK 就是这样讲而已 我就不需要去特别的去炒作这个课题 不然的话 真的会很累 真的 好的 我们有一些读者要有一些问题想要问的 我们就华哥把它拉上来看看 这个提问 多余量 OK 来咯 有你先 是的 在安华路柄法庭挑战的这个紧急状态中 提及到国州议会被冬结的这件事 OK 看来非常有兴趣 而希盟在声明 称反对冬结国会 两位评论员 你们认为如果在法庭和其他法律机构的话 为何国会不能开呢 会不会我国民主制度再次倒退 甚至进入到葫芦里麦什么药的痕迹 当然 这个牵涉到很多政治博弈的东西 刚才志峰也是讲到非常的清楚 这个安华他挑战的并不是这个最高元首的这个预令 这个颁布的这个紧急状态 所以不是预令 OK 颁布的一个紧急状态 而是他们在挑战着这个首相的那个颁布这个紧急状态的这个合法性 OK 所以这个我应该是之前我们有在评论的时候有提过还蛮多的东西 那只是葫芦里麦什么药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分析 那姑且在这边我再补充了一点点 在这边就是关于这个政治的斗角 如果你是首相姆油丁的话 你其实是内外加工 除了自己的国盟的这个巫统 他们其实在还没有颁布这个紧急状态的时候 已经是要拿着巴兰刀来吐他了 讲我们现在就是不爽 然后巫统内部又有不同的声音 大家说已经是放出风声放出那个温水来测试 究竟民众对于我们推翻这个首相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其实在巫统那时候已经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同一时间在对方来讲他们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配合 来跳这个草群舞 想要是不是大家一起来gup着 来做掉这个这一届的这个政府 这个所谓的突然间冒出来的一个国盟政府 OK 那就发生了这个紧急状态的一个事情了 所以我的猜测在这个政治里面分析的话 至少母邮订可以guarantee你可以做到8月 OK 这个是没有这个是没有的在讲的东西 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全部都是叮叮咚咚的东西 都是一个过程 最终的结果是要买时间到8月的时间 那8月过后 志峰刚才有提到究竟大选会不会在那时候再来进行 8月的时候才会讲 因为政治一天我们都很明白 一天都是太短了 OK 志峰你怎么看 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看 确实是不容易 就算是你挑战emergency ordinance 就是这个紧急条例之下的那一些内容 因为有法律的条文已经说了 在紧急状态制定下的 ordinance 制定下的这个紧急状态条例 是不能够被挑战的 那么如果你要挑战的话 你可以在紧急状态结束之后你才来挑战 那问题是紧急状态结束之后 就是8月了 你还挑战来搞磨 对不对 如果你挑战的话 他纯粹是变成这个学术的讨论而已 已经完全没有意思了 因为都已过万从山 那个时候狗会已经是没有再开了 所以他的这个动作呢 他其实希盟是希望能够通过 这一个入禀法庭的这一个动作 凝聚社会的舆论的压力 然后让国家元首 或者是让这个三权的这个司法权感受到这个压力 感受到人民对于国会很期望他开会 深切期盼他开会的那种热忱 但是问题是这个热忱现在记不起来 没有太多的这一个讨论 不管是在传统的媒体 还是在这个网络的媒体 还是在个别政党 包括希盟的这个 他们本身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 他们本身的这个群组都没有太多这一方面的这个讨论 那么如果要让他成行 至少说法庭接受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申请的话 你必须社会上要形成某一种的这个公司 认为说 这是真的这样做不对 国会应该要开会 那么如果有这个公司的话 国家元首可能才会考虑 那么现在那个公司还没有形成 如果我们看回去去年十月的时候 当慕尤丁第一次安奔端 要颁布全国紧急状态的时候 想想看那个时候 民间普遍上认为是不可以 不行不能够 所以元首他也知道说 人民当时的情绪是认为说 不需要紧急状态 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呢 国家元首他跟其他统治的开会之后 决定说 哦 sorry 没有紧急状态 那么慕尤丁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服国家元首 但是这一次疫约的时候 情况不同 那么我们可以说 慕尤丁他搭上了 对抗疫情的那辆快车 顺便来解决 他的这个政治问题 顺便来解决 他在政治上面对压力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只能够讲说 慕尤丁他的这个策略很好 他选对了这个方式 而且这个方式呢 也为他提供了很大的这个便利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 在这个目前的时局之下 国家元首也觉得说 如果政局再闹下去的话 对谁都不好 所以国家元首就觉得说 嗯 这个时候是时候翻不紧急状态了 所以就翻不紧急状态 所以你就 你就要接受 这个是个事实 那么就算你内心有多么的不满 有多么的多么多的这个牢丝 你只能够讲说 你在这个时候 你没有太多的这个主动权 是的 而且 而且在这个紧急法令的状态之下 慕尤丁政府一定要有所表现 不然的话他其实他的 接下来的那个后果 可能更加的是严重的 更快速的加快他的 那在这边就是一个转折点 究竟他做的好还是不好 那在这段期间 虽然他买了时间 购了时间 但是在这段期间 他是一直好像今天这样 又到了五千多钟了 每一天都高潮的话 那这个国盟政府 就算他再怎么样买时间的话 那他接下来的前途 也是比较暗淡了一点了 OK 那么现在打差一点 就是刚才有呼吁大家投票 那么现在那个投票成绩出来了 那个问题就是 今年你会回家乡吃团圆饭吗 有三个人 有兴趣知道 一定会回家乡的 就只有7% 10%都不到 一定回家的只有7% 那么最多人的呢 超过三分之二 是高达67%的网民选择 会在原地过年 那么这一个选择原地过年 相信很多朋友们内心 已经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 就认为说 2月4号之后 MCO应该会延续 或者就算MCO取消 换成CMCO的时候 也可能不能够跨走 所以有67%的朋友选择在原地过年 那么另外的四分之一 25%刚刚好的 这个四分之一的选民呢 网民们呢 他们就选择看疫情再来做决定 所以这25% 这四分之一的网民们 可能还对回家过年 回家吃团圆饭 抱有一定的期待 看2月4号之后 慕尤丁给我们什么样的 这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是网民们 投票出来的这个结果 来 要不你刚才有东西要补充对吗 是的 没有我是想很想听一下 看一下网民的这个投票的这个结果 原来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讲 很想要去吃这个传言饭 大家也了解了 现在的病情 这个疫情是非常的严重 如果几乎我们天天呆在家都已经吃团圆饭 只是没有办法 有些是外博的一些朋友 他就没办法再回乡 见他们的请朋友汽油 这个是我们就等疫情的过后了 尤其是在2月 下个礼拜 就会有颁布新的一个 是针对这个农历新年的 是交给你 郭玉亮 郭玉亮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 另外我也要提及沙拉越 因为有沙拉越副首席部长 如果在该州的疫情好转的话 要求元首在沙拉越解除紧急状态 并且举行州选举 但这引起沙拉越反对党 包括沙拉越全民党的黄顺葛的反对 那么如果这样的角度来看 沙拉越能不能够在今年6月前举行周旋呢 假设周旋已经在 已经举行 然后加上疫情不明朗的话 会如何 会不会吸取沙巴周旋的教训 对国内政坛带来什么影响 哇 他这个问题很长 问题里面有一二三 三到四个问题 OK 首先呢 就是沙拉越州首席部长 当然沙拉越州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州属 都可以提出他们的这个看法 认为说应该解除我州内的这个紧急状态 不过呢 这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1月29号应该不高 OK 因为整个沙拉越看起来是OK 但是西部的情况呢 就有一点令人担心 他可能是某个局部的这个地区 只要那个局部出现红区的话 就是超过30中的话 那么对卫生部来讲 他都会特别的这个警惕 特别的这个 alert 所以他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沙拉越单独解除紧急状态的可能性 应该不高 那么很可能 他要等到8月之后 那么跟全国一起来解除这个紧急状态的这个经历 那么才有望举行周选举 那么延迟举行周选 对沙拉越的这个西蒙来说 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好处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备战的这个工作 当然备战的工作就包括最关键的就是议席的这个分配 虽然之前讲好了 议席分配已经讲好了 但是到最后一分钟 经常都会发生临时插上一脚 临时有不满的这个人士 以独立人士的这个身份来进行 所以这个东西他都会经常出现 那么如果这个沙州选举没有做好防疫措施的话 很可能会像沙巴的情况 就是爆发另外一波的这个感染群 不过针对这点 我相信沙州政府会抓得很紧很紧 他一定会抓得很紧 就是他会比沙巴的这情况会抓得更紧 因为疫情去年刚发生的时候 沙拉越本身已经是抓得很紧了 禁止来自西马的朋友飞去沙拉越 所以如果在8月之后举行周选的话 就算疫情受到控制 相信沙拉越州都会抓得很紧 因为移民的这个移民局的这个权利呢 是沙拉越州政府抓的 他可以拒绝任何来自西马的人进入 OK 之前已经发生了 那么只要他下一道命令的话 下一道指令的话说 OK 为了要控制疫情 他以防疫作为大条道理的话 那么禁止西马的政治人物 踏出沙拉越的话 那么这个是做得到的 而且是很简单的就做到了 在行政上的一个限制 的确是 要不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最后一个补充 如果真的是这个紧急状态 到8月过后才政治的解除 那这个沙拉越的这个政府 也创下了一个历史 就是他做超过五年了 做超过五年 毕竟上街选举是在2016年的5月7号 所以我们也相当的不看好 就是说这个沙拉越会在这个 做满过后就马上举行 这个沙拉越的这个周旋 那你看这个美国虽然他已经有了疫苗 但是他们的那个疫情 还是每天的狂飙跟狂争 然后也出现了这个疫苗 在派发跟派送 或者是决定谁去打这个疫苗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的困乱 连美国的如此 马来西亚要二月尾的时候 才可以拿到这个疫苗 那到时候我们是另外一个光景了 OK 好 那么我们的节目进行到 现在已经一小时零七分的感谢 还在线上收看还有收听的网友们 很快的真的时间 我觉得2021年时间过得很快 从一眨眼之间 一月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下个星期我们就进入二月了 就是说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年的十二分之一 就是说一月已经结束了 好 那么希望今年一月 能够让大家有更新的这个新的这个开始 那么也祝大家 预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 再见 晚安 预先大家晚安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